高雄使用台語的人口將近一百二十萬人 是全國唯一台語使用超過百萬人的城市 市府規劃要設立全國第一所台語實驗小學 最快明年度正式掛牌 大家早安 我來啊 進到教室 老師問好後開始上課 配合國家語言發展法 高雄市的國中小學 都有台語課 行政院二零二零人口及住宅普查 發現高雄主要語言為台語的比例有四成三 換算下來 高雄主要使用台語人口數 將近一百二十萬人 是全台唯一台語百萬人口城市 也讓市府規劃設立全台第一間台語實驗小學 家務局表示之前詢問過幾所學校都被拒絕 但目前北高雄有一間迷你小學有意願參與 不過家長正反意見都有 教育局表示初步設想以異文或社會等領域課程用台語教學 專家建議實驗小學教材可以以生活周遭為題材 讓孩子向在日常跟家人對話自然而然學習 不過教育局也擔心有些家長反彈 正努力跟學校家長溝通 若一切順利 今年八月試辦 預計明年度正式掛牌 記者王亭成顯 關高雄報導